大家好 在今天的天氣形態來說 隨著封面雲帶 逐漸的往南移動 台灣上空的雲層發展量來說 普遍的增多了 在中部以南來說 今天沒有什麼降雨 不過在北部地區 時而就有漂一些雨的狀況 還是要特別提醒大家 明天兩件事情要注意 第一個 外出要記得攜帶雨具 第二個 雨區行車要注意安全 因為整體的天氣 從今天晚上開始會變得更不穩定 我們就來看看未來一個禮拜 我們的天氣狀況 會受到這波美雨封面影響時間 有多久了 先來注意到在禮拜二 週二的時候 降雨的狀況要增多了 因為封面開始要往南移動了 從北到南都有雨 但封面前沿的部分的降雨 會比較明顯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明天12會有些短暫的增雨 或雷雨的現象出現 封面接近伴隨著轉雷雨的天氣 要提醒你 如果是在戶外工作的朋友 雷雨的時候就要特別地小心 小心不要被雷擊了 接著我們要注意的是 週三到週五 這三天的時間來說 梅雨影響是有四天 但是在三 四 五 這三天來說 封面雲帶略微往南移動 江雨的狀況 以中部地區跟南部地區 相對地會比較明顯 尤其伴隨著封面前沿的關係 因為封面在週三 週四 週五的時候 它剛好差不多在台灣的中部 風前吹著西南風進來 使得中南部的雷震雨狀況來說 時而會發生 切記 梅雨季的雷雨 並不是雨一直下 但來的時候又大又急 低蛙地區要盛防淹水的狀況 接著到了禮拜六 雨後要轉多雲了 到了星期天天氣晴朗之下 高溫的部分 右上看到30度的高溫 5號鎮雨週日的時候 山區倒是有機會 我們接著來看什麼 來看看雷達了 先來注意到雷達的水氣波段 有沒有看到 通過北台灣水氣逐漸的移動 但是進來的降雨的狀況來說 在北海岸這邊的雲層發展 比較明顯 還沒有進到我們台灣上空 但中午以後 在山區的部分 熱力作用發展的雲層 在高坪山區 還有阿里山地區都有一些 晚上中南部的雲層消散了 但北邊這邊的雲帶發展 正在逐漸地下來 所以今天晚上開始 隨著封面雲層的接近 降雨狀況在明天 就會變得更為明顯 今天的雨量圖可以注意到 只有在北台灣 零星的降雨 山區的部分有 另外這邊就在雲 嘉義 台南 高雄這邊 山區的部分是在中午以後 發展的熱力作用的降雨 比較明顯 我們從這張色調強化的雲圖中 就可以很明顯注意到 封面的水氣帶已經逐漸的 往南的方向在移動了 風前吹著是偏著西南風進來 當西南風有把海面上水氣帶 進來的時候 就會容易有地形抬升作用的降雨 出現在中部以南的地區 因為明天封面更接近到北台灣了 從這張彩色雲圖當中可以注意到 雲系的發展正在隨著 逐漸的北方的高壓系統下來 而整個往南推動下來了 而太平洋高壓現在已經開始 逐漸的退縮了 但我們注意到 目前海南島這邊有些水氣 它是進入華南 我們要注意的 就未來幾天在香港南方 跟海南島這邊 還有中南半島這邊水氣 有沒有輸送過來 以目前來看 結構體會比較完整的水氣 輸送過來時間點要到週三 地面圖上可以看到 支流封面在我們台灣北方的海面 水氣的發展目前仍然是屬於 在台灣北方海面為主 那我們來看三個時間點 第一個時間點 這就在明天晚上的時候 有沒有注意到 明天晚上北方的高壓系統 東移了 但冷空氣也使得整個封面帶 推動是往南移動 封面高在我們台灣中部地區 但北部地區會有點東北風 雨的部分不大 但是中南部地區 十二要注意的就是 在近海部分發展的熱對流 近來的降雨狀況來說 或地形抬升的降雨 就會在封面前沿的西南風吹浮之下 容易出現了 這個是在週二的晚上 接著我們來看到週五的晚上 週五晚上的時候 可以注意到到27號晚上的時候 高壓系統東移封面帶 已經要走了 水氣在這個時候 已經開始逐漸的又要 往北的方向抬升了 所以到了禮拜六的時候 又會形成另外一道封面 封面已經抬升了 所以我們在週六 週日 反而因為整個 就是在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這四天 尤其在三 四 五 這三天要特別的注意 就是隨著封面雲層 接近到我們台灣中部以後 中部以南地區 會因為地形的關係 加上西南風帶水氣進來 就容易有一些局部性 比較明顯的降雨狀況出現 所以三 四 五這三天來說 要特別的留意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溫度形態來說 北部偏涼 明天白天 雲層多 有局部性的真雨或雷雨 山區的部分 都有濃霧的現象 中部地區有零星的降雨狀況 明天下午到晚上的時候 降雨狀況會多一些 而到了南部地區 中午溫度形態來說 如果有陽光的時候 還有到30度 但是雲層發展量 到了明天下午以後 會增多一些 東半部地區局部性的 正雨狀況都會有 尤其東北風近來 在花蓮 宜蘭的降雨會明顯 到外島地區 倒是要注意到霧的狀況 在晚上的時候 是比較偏濃的 未來一個禮拜可以看到 雨的部分 週二的降雨狀況才開始 週三 週四 週五 這三天 尤其在中南部 要特別的注意 禮拜五 晚上以後 雨少了 禮拜六 雨後轉多雨了 星期天 星期一以後 都是屬於午後 正雨的天氣狀況 外島地區要注意的是 濃霧的現象來說 都容易夠發生 小丁您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 雨區行車 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 還有雷雨發生的時候 戶外活動的朋友 小心 不要被雷擊了